这位年轻的日本反共领袖是这个月25号到我国来做6天的访问的,他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拜会了谷正刚,黄国书,张群,蒋副院长等,并且曾经由行政院委员长予以接见。 他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跟我国的政府以及民间领袖和青年代表商谈了怎么样把日本青年的反共运动以及反共力量跟我国青年的反共力量相互配合的问题。